位在中山區中和路 山林松茎社區的受災戶 現在只要聽到下雨聲就害怕 因為我們家的牆壁跟門窗都是被撞到都有危險性的 山陀兒颱風帶來好大雨造成後方山坡大量泥水沖入社區裡面 市議員施偉鎮再次前往勘災慰問受災戶 雖然目前已經先緊急覆蓋帆布和分水溝出力 不過施偉鎮再次呼籲市政府協助受災戶和土地所有全能協調 讓居民能夠儘快恢復正常生活 現在的受災戶已經擴大到5戶了 也就是說目前這個土石的滑洞 它會波及的戶數越來越的多 那大家在今天早上區公所有來請廠商做這個解水溝 那這個解水溝在解水溝的施座這邊也在上面看到有許多50公分寬的裂縫 所以如果再有大雨的話很有可能會造成二次災害 那麼我們所看到這些住戶他們受災的狀況就會比現在還要嚴重 所以也要拜託基隆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儘速的要求這個我們的地主 雖然這土地是私人土地 但是基隆市政府已經有做緊急處置 除了緊急處置以外 居民更需要的是儘速的能夠和地主達成 來處理這個山坡如何善後的這個問題 而且要趕快 因為如果沒有儘快的話 只要任何一個天候不好 這些居民就會生活在恐懼中 甚至是直接被災害侵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